大拇指汤姆 亚瑟王时代有个著名的魔术师叫莫尔林 一天他化妆成乞丐来到一个穷农夫家乞讨 农夫虽然很穷 但他和妻子仍然热情地款待了这个衣衫蓝绿的乞丐 魔术师饱餐一顿后注意到这对夫妇并不快活 你们怎么了 你缺什么吗 农夫说 哎 我们没有孩子 魔术师有颗同情心 用法术使这对善良的夫妇有了一个拇指带的小男孩 夫妻俩在欢笑声中给他取名为拇指汤姆 一天晚上路过农舍的一群仙女见到了这个可爱的孩子 仙女们给汤姆做了身有趣的衣服 汤姆穿上了猪网衬衫 计划灌毛背心 羽毛裤子 苹果皮长袜 老鼠皮靴子 还戴上了一顶橡叶帽子 威风极了 汤姆太小了 又爱捣蛋 所以常出意外 一天 好奇的汤姆 偷偷爬上了妈妈做布丁的面盆 一不小心掉了进去 妈妈把面糊倒进锅里烤了起来 汤姆嘴里塞满了布丁 只能用手脚拼命挣扎 农夫以为这块布丁闹鬼了 一甩手就把布丁丢出了窗外 一个补锅人捡到了这块布丁 欢天喜地地将布丁塞进袋子里 准备肚子饿的时候再吃 放我出去 好不容易吐出面糊的汤姆大叫起来 补锅人吓坏了 慌忙打开了盖子 浑身沾满面糊的汤姆 没等补锅的人看个清楚 就趁机跑回了家 一天 农夫带汤姆去挤牛奶 母牛见了汤姆的橡树叶帽 想美餐一顿 便一口将汤姆和他的帽子吞进了嘴里 汤姆被母牛的两排大牙齿吓坏了 妈妈救命 你在哪啊 农夫焦急地四处寻找 在这儿 牛嘴里 母牛听到自己嘴里的声音吓了一跳 牛口一松 汤姆掉了出来 还有一次 汤姆拿着根大麦节在田里放牛 忽然 一只黑杜鸭飞下来 把他叼走了 黑杜鸭飞呀飞 飞过几座大山后 在高空把汤姆放掉了 汤姆落到了海里 被一条大鱼吞吃了 而大鱼又被人捞上来 送到了王宫 厨师剖开鱼肚子 发现了汤姆 厨娘带汤姆去见国王 国王问 汤姆 你的父母也和你一样是小人吗 不 他们和正常人一样 国王让汤姆到金库里 随便拿金银财宝 可汤姆的水泡做的袋子 只能盛下一枚三便式的银币 后来 国王又给汤姆做了套新衣服 并让他做骑士 于是汤姆有了蝴蝶翅膀做的新衣裳 和一双鸡皮靴子 还有一根针当做宝剑 一匹白耗子当做骑 但汤姆并没有忘记乡下的父母 还是回到了父母身边 一家人过上了虽然不富裕 但很快活的日子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